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各种职业的好人坏人,喜欢的厌恶的,总之我们会跟各类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与人交往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需要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利益纠葛,这就是所谓的人情世故。 而中国人的人情世故最让人头疼,一个人做得再周全也很难兼顾到方方面面,你觉得你问心无愧,天偏有人就觉得你孤明钓鱼自私至极,那怎么办呢? 其实只要记住这五个底层逻辑就可以了,第一,做人要从自我做起,人际关系从自己出发,自己想做什么样的人就会建立什么样的人际关系。 现代社会尊重个人的价值取向,把每一个人依自己的特长之趣,而从事的活动都视为正当,做正当的事就是堂堂正正的人,因此自省,自修,自心,自助,自得,自强,自立乃是一连串必经的过程。 个人由自我了解而自我指导,由自我指导而自我统整,以期获得自我成就。 这是儒家的修集辅导程序,与现代的做人理论不谋而合,从自省到自立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字字,表示一切从自己做起才有成功的希望。 偏偏现代人多要求别人,却很少要求自己。 大家所注意的是别人如何如何,却很少反省检讨自己有没有做得不够的地方。 人是自己做出来的,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应该一步步按照自己的希望认真的从自己做起。 这是儒家反求诸己的主张,也是对自己负起全部责任的具体表现。 自己对自己抱有什么样的期待,就会把自己造就成什么样子。 心想事成想随心转,自己应该为自己负起全部的责任。 怨天尤人不但没有作用,反而浪费时间。 第二,圆满大于是非。 中国家庭兄弟吵架时,父母好像不太重视谁是谁非,往往同时责令两人都面壁罚战。 事实上,父母心中有数,谁对谁错也不难判别。 只是我们主张大是非中于小是非,而且对也不见得有用。 所以,让孩子在面壁的过程中体会出,兄弟根本不可以吵架的道理。 一旦有所争吵,并不是分出是非就可以解决的。 对,很对,可惜把关系弄坏了。 请问这种队到底有什么用? 队把伤私器坏了? 队把客户赶跑了? 队部署就是不愿意配合。 队,又有什么用? 所以请记住,错绝对不可以。 对,有时真的没有用。 对,没有用。 这是深入了解中国式人际关系的最佳切入点。 因为我们在对合作之外更加关心圆满不圆满的问题。 我们固然十分厌恶是非不明的人。 然而是非分明却不够圆满的人。 其人际关系仍然不可能良好。 可见,我们的人际关系随时随地要合乎伦理道德的标准。 因此,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应该称为人伦关系。 用伦理弥补法律的不足。 凭良心应该匕首法纪更为可贵。 第三,同情不一定要同意。 人际关系有赖于适当的感情输入,即从对方的立场去考虑他的想法。 了解他的感受要求和苦恼,并给予他适当的同情。 但感情输入并不一定要与他产生共鸣。 共鸣只了解他的感受,而且同意和接受他的感受。 感情输入刻意同情,但不一定同意。 我们要影响对方,必须先了解他的背景和立场。 尽可能发现彼此相似的地方。 最好能找出他的优点。 逐渐喜欢他关心他。 让他了解我们并不是存心要改变他。 然后小之以理,使他觉得如果换一个角度看,我们也有另外一番道理。 这么做通常比较容易收到效果。 从这方面的实际情况看,我们发现中国人的同理心与西方人相比其内涵更加复杂。 直接了当同中国人讲理实在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通过比较曲折的过程,也就是有情入理。 以同情心来引发对方的同理心,通常更加简便而有效。 感情输入其实是给他面子。 我们很容易察觉中国人有面子的时候比较讲理。 没有面子的时候不是恼羞成怒就是蛮不讲理。 有情入理给足对方面子,促使他自动讲理。 成为同情,他却不一定同意他所说的道理。 一旦感情输入得妥当,对方常常会自动改变原先的主张。 只要调整到合理的地步,彼此就很方便沟通。 第四,亲书有别,一切为公。 有人说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是大圈圈中有小圈圈。 这一句话并没有错。 我们虽然爱所有的人,但也有亲书亲众之分。 事实上,我们的人际关系以自己为中心。 逐渐由内向外推,最内圈的人是最值得信赖的。 通常由内而外的顺序是家人亲戚朋友,然后才是群众。 一般的点头之交属于认识而不熟悉的外圈。 仅止于礼貌性的招呼,谈不上信任。 逐渐互有交往,彼此增进了解。 成为熟悉的朋友。 比较方便谈一些事情。 然而,交钱不延伸,不可能深入,不足为外人道的题材。 熟悉的朋友当中,有一些信得过的慢慢变成好友。 再进一步成为密友才放心与他商量一些私人的问题。 密友经过再三的考验,确实可以交心的。 这才进入最内圈。 大圈圈中有小圈圈。 这种情况很难说好不好。 如果一切未公,站在公的立场来拉开亲疏的距离。 谁说不好? 若是有私心,站在营私舞弊的立场来建立小圈圈。 那当然很不好,没有人会喜欢。 所以只要公私分清楚。 凡是秉公处理。 人际关系的负面影响就会降到最小。 我们之所以害怕小圈圈,是因为彭比维坚所造成的避害令人不寒而栗。 亲疏有别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 只是有私心的人常常把它用得十分恶劣,造成很多罪恶。 所以我们在推济机人的时候, 务必立功心,一切为功自然有利无比。 第五,合则共利,相互依存。 一加一可能小于二叫做事倍功半。 一加一可能等于二,成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一加一也可能大于二,便是事半功倍。 这当中的秘密在于人伦关系和谐与否。 每个人在生存的状态下都不可能不与他人发生关系。 所以,这种关系最好不是紧张的关系, 而是共存共同的和谐关系。 任何人想要成功既要把握住机会, 也要靠别人的支持。 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 忽视别人的力量不可能成功。 事实证明人伦关系良好, 可以得到各种能人的协助。 成功的概率比较大。 现代人必须明白合则共利的道理, 才能够互相依存,共同实现理想。 得到他人的帮助未必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固然有人营私舞弊,同流合污, 却也有人群策群力, 成其美事。 所以,人伦关系只要合乎伦理的要求。 大家凭良心互助互利并没有什么不好, 机会加上努力。 若是得到人伦关系的助力必然事半功倍。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但兮活福。 人这一生的福祸及凶到底是命中注定的, 还是自作自受的。 我们总想追求安稳, 但是我们经常会习惯性地陷入当局者迷的境地。 这样就导致了身在福中不知福, 身陷祸中不知祸的情况。 那么我们该如何行事, 才能尽福远祸, 须及避凶呢? 人心决定福祸。 俗话说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因为天对人的影响仍然很大, 足以为祸也足以为福。 只是天的为祸为福, 完全出于人的是否善于遵循天的自然法则。 所以成事在天之前, 有一句话叫做谋事在人。 但是, 人谋事的时候有两种可能性。 一是顺天, 一级顺着天的自然法则去计划, 以为逆天, 也就是不顺着天的自然法则而盘算。 顺天的谋事容易成功, 逆天的谋事多数趋于败亡。 天的自然法则是一种常道。 所以, 徐子说天行有常。 然而, 这种常道并非固定不变, 而是有所变化的。 天道变化构成宇宙生生不息的过程。 所谓祸福无门, 为人自照。 即使人心顺天, 照福, 人心逆天, 照祸。 人心决定自己的祸福并非天定。 那么, 人心如何决定祸福呢? 就是人要具有判断力, 才能领悟天道变化而顺应未来。 天道上变, 未来会变化, 这是自然的法则。 人必须要有相当的预见力, 才能顺应未来的印化。 对于顺天与否, 如果未经缜密考虑, 不详佳研究, 或者拘泥于一方的偏见, 便贸然加以判定。 乃是不折不扣的读断。 若是详佳研究有确切的依据, 了解是非利弊才加以判定。 那就是判断。 判断离不开盖然率。 所以, 判断包含了预见力, 把偶然尽量减少, 将必然权力提高。 这就需要正确发挥预见力。 有规律可循的较必然, 无规律可循的为偶然。 可循的规律就是天的自然法则。 中国人的商店只有取名顺天堂, 绝无命名为逆天堂的。 江湖人物, 自豪逆天使者或欧阳逆天的, 必定是人人可诛的败类。 可见顺应天的自然法则 才是最可靠的预见力。 有了可靠的预见力, 做出恰当的判断。 这样便可预知祸福变化。 谨守本分得福必祸。 祸福原本无门。 是祸是福说起来 都是人自己搞出来的。 可惜很多人不肯承认。 总以为祸是自己求来的。 而祸是别人陷害的。 是别人要嫁祸于我 不是我想要的。 既然祸祸操之在即, 那怎样才能得福必祸? 主要就在谨守本分, 也就是首分。 人都是自己做出来的。 人人不同, 也各有各的目标, 各有各的不同使命。 我们所说的本分 即是此生所为何来的任务。 如果不能尽力做好分内工作, 就不应该逾越本分。 做分外的事, 获得分外的名利财物。 这也是制造祸害的主要因素。 不可不特别警戒。 我们再讲得清楚一些。 分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叫定位。 每个人先把自己的位定好了, 就知道自己应该守什么样的分。 李鸿章跟外国人讲过一句话, 我们要好好去体会。 他说, 我们中国人比你们西方人 更讲究身份地位。 这一句话被误解了。 以为是说中国人爱摆架子, 喜欢给人家难堪。 其实不是。 而是说职位越高的人越要自重。 别人可以讲的话, 自己不能讲。 别人可以做的事情, 自己不能做。 这是学谁? 学孔老夫子。 孔子曾经说, 秋也信, 苟有过, 人必知知。 同样的事情, 别人做人家不会骂。 但如果是孔子做, 就一定会挨骂。 但是他认了他, 并没有抱怨。 反而说秋也信, 苟有过, 人必知知。 意思是, 我孔秋很幸运。 只要犯一点点过错, 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所以我更要自重, 更要谨慎自己, 更不可以乱来。 可见, 这是相对的。 人要么做普通人, 拥有更大的自由, 爱怎么讲就怎么讲, 反正没有人听。 但当你有了一定的身份地位以后, 你讲的每一句话, 都会影响很多人。 你所做的任何一个动作, 人家都会指指点点。 换句话说, 你的地位越高, 人家会用更高规格的要求来对待你。 你一定要接受, 不能抱怨。 因为我们尊师重道, 所以我们对老师的所言所行要求是非常高的。 福或相依。 道德经比有两句大家非常熟悉的话, 或惜福之所以, 福惜祸之所福。 就是说, 当一个人很有福气的时候, 最好不要太得意, 因为里面已经潜伏了很多祸患, 但一个人很沮丧, 遭遇困境的时候, 也不要太失忆。 说不定转机就在不远处, 老子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福火相依, 两个门在哪里, 不知道哪个是福哪个是货, 一脚踩进去之后才发现糟糕, 货来了跑都跑不掉, 福明明在旁边为什么不进去, 却偏往货门那里走, 这就是我们常讲的,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无非自作自受罢了, 还有些人站在福火之门前, 始终犹豫不决, 不知道要走哪个门, 看到最后人也老了, 生命快耗尽了, 还没有进入祸福之门, 那更不值得, 祸福其变化没有固定的规律, 也不能伎量, 我们很想说一切都可以用科学伎量, 可是做不到, 比如我们现在去做身体检查, 按照剂量的标准可以活一百岁, 做得到吗? 做不到, 因为今天去量, 一切都正常, 说不定一夜之间就变化了, 就不正常了, 这就是老子所告诉我们的, 玄之又玄, 虽然变化不甚显著, 但是明眼人仍可以看得很清楚, 一切都是逐渐在改变的, 潜藏的变化最要紧, 因为那个很细微的征兆会慢慢变成一个大的结果, 可是一般人只会说, 哎呀, 看不清楚, 等看清楚了再说, 往往看清楚了就毁之晚已了, 所以当某一种现象出现的时候, 它里面已经潜伏了一个相反的力量在那里, 比如水果刚买来时候很鲜美, 很香甜, 但是放几天之后, 它就开始慢慢烂掉了, 因为里面已经潜伏了很多细菌, 准备把它搞坏, 佛说前世五百次回眸才患得今生一次擦肩而过, 与我们相遇相识的人皆是有缘人, 然而现代信息社会, 一个人的微信朋友圈里有大几百好人, 但我们却时常感到孤独, 我们时常分不清哪些人尽在咫尺, 哪些人又远在天边, 不过如果你朋友圈里面有这三种人, 千万千万一定要珍惜在珍惜, 愿意倾听你的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多数时候都是经畏分明的, 同事关系就是同事关系, 普通朋友就是普通朋友, 点头之交就是点头之交, 没有必要的话平时私下里都不会有过多的交集, 因此我们哪怕想要找一个闲聊天的朋友都很难, 往往是在通讯录里翻了又翻,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却不知道从何说起, 连打招呼都要斟酌再三, 最后却是打完字删了又删最终放弃, 所以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想说不愿说, 而是因为有的人无话可说, 有的话无人可说, 可说之时无人说变成了心事, 可说之人无事说变成了故人, 而这时候如果你的朋友圈恰好有这样一个人, 你既愿意说他也愿意听, 那一定要好好珍惜, 不管你是牢骚满腹还是风言风语, 无论你是在到苦水喷愤凯还是表豪情, 他都默默在一旁静静听你叙道, 没有不耐烦, 没有假装客套, 就只是偶尔言语认真倾听, 他不是老好人, 他不是闲得狠, 但他仍然愿意陪你浪费宝贵时间, 因为你的存在是他生命经历中很重要的人, 他愿意为你驻足, 不要奢望会有人能听懂你的言下之意欲言又止, 在人心淡漠各自忙碌的今天, 有个愿意倾听你的人就已经是莫大的幸运, 正所谓话不投羁绊居多, 好多人的沉默都是一种对现实的无奈妥协, 或者人际关系上的作茧自负, 能够倾听你的人就像是一个百度人, 能让你的心情有个落脚的彼岸, 人生海海步履匆匆, 倾听者就是在你心路上同行了一段, 所以要感恩那些陪你翻山越岭一程的人, 慢热的人, 记得沐昕先生有一首从前漫的小诗, 里面这样说,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一声只够爱一个人, 现在通信发达,信息泛滥, 急功近利的人们再也没有那种等待一封情书的耐心, 以前是见字如面, 现在是隔着屏幕面对面, 但是从字里行间能感受到的真挚情感, 却很难在现代科技设备上体会到了, 以前的慢很用心, 很专注, 很真挚, 现在的快很敷衍, 很潦草, 很虚伪, 很多人不再专一场情地慢慢相遇, 而已经习惯了一见钟情似的快速相爱, 所以渐渐的人们就开始不太在乎过程, 只注重某个结果, 不再等待开花, 只想马上看到花开, 我们匆匆忙忙, 慌慌张张地在生活中去追求着快, 但仍然不足以适应, 以至于恐惧和焦虑着这个世界的快, 那么能够慢下来的人就弥足珍贵, 这种人慢得有点格格不入, 慢得让周围人会失去耐心, 但是在他的世界里, 那些被人忽略的慢, 其实是认真负责自由自在的美好, 很多人误以为, 慢热的人太没有效率, 实际上我们只是错过了许多 本该好好体验的过程, 人与人之间的温度, 大多数时候是需要长时间的传递维护和考验, 骤然的升温往往维持不了太久, 这就是乍见之欢不如久处不厌的道理了, 所以说当大部分人都十分精明地, 权衡利弊于当下某些现成的结果时, 只有慢热的人在滋滋不倦地编织未来, 他们努力在当下因此拥有未来, 别人基于当下所以容易失去未来, 主动联系你的人, 有人曾经这样全是孤独, 下雨天很多人都在等伞, 而你却在等雨停, 我们每个人都会不可避免地感到孤独, 最常见的是社交朋友圈里的沉默, 如果你不是擅长打破沉默的人, 那么至少该有一个主动联系你的人, 也许很多时候, 我们的心思情感言语得不到想要的回应, 对于某些人你会发现一个很可怕的结论, 如果我不主动联系你, 是不是你就永远不会主动联系我, 无论是什么样的关系, 好像主动说话的人反而处于被动地位, 因为话语权通常掌握在被需要的人身上, 于是我们经常犯下这样的错误, 被人需要的时候就有失无恐不知珍惜, 这是多么傻的行为, 这个世界没有谁一定要围着你转, 人生有那么多选择那么多相遇, 能够倾心投注一份感情和经历在一个人身上,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一定要珍惜你身边那些经常主动联系你的人, 哪怕他们经常聊一些废话, 哪怕他们抱着某种目的, 哪怕他们偶尔会让你感觉厌烦, 都不要因此轻易放弃于他们的对话, 在人生的旅途中, 你会发现身边能够一起聊天说话的人, 最终都将渐行渐远, 许多没说出口的话都变成了自言自语, 那些主动联系你的人, 他们所持有的热望, 关切熟人, 都是难得的养分, 滋润着枯燥乏味的生活, 千万不要自以为师弟,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抱着有彭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心态, 回应他们吧, 感恩他们的主动联系, 就像感恩一个不计输赢, 不计得失的好人, 曾经在你微光狭窄的人生道路上迟等照亮,